所以这些人都在这里送一个讯息 电邮让我们到我们的职员 我们的学校 让我们的孩子旅游到城市 我们必须想想外面 然后BQX是一步进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纽约市目前没有能够直达 布鲁克林和皇后区的地铁 人们如果想要来往两区的话 需要多次换乘地铁和巴士 而这将会浪费很多的时间 如果该项目开工的话 城市需要花费27亿美元来修建铁路 届时该轻轨或许将会成为 北美承载人数最多的路线 每年的乘客数量将会超过1600万人次 新唐人记者王珍纽约报道 谢谢大家